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的小孩生病的话 我建议你一定要去找他 当然还是不生病最好 对对对对 你讲的非常有道理 那今天呢 我知道大家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一定有很多的疑问 想要请教维心医生 但是维心医生 他不仅是一个很棒的小孩科医生 我可不可以请你先讲一下你的资历好不好 因为我在背不起来 你的资历实在太丰富了 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你的背景 好 大家好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从医学中心 然后到基层诊所 那目前大概实际在第一线看诊 诊疗的这个年资已经超过20年了 然后那除了在医院 那我现在的话 是在新北市的基层诊所职业 那其实我们是一个很专业的小颗科医师的团队 我们整个团队一共有六个小颗科医师 然后我觉得当小科医师除了专业知识临床经验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育儿经验 那这一点的话我这样可以相当自豪的就是我有三个小孩 所以实战经验也是很丰富的 这个不单是说看生命的小孩 也跟着他们一起成长 所以身为一个医生 尤其是小颗科医生 自己又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面对现在的这个疫情 有没有什么居家方面可以给父母亲的一些建议 居家如何防疫 有没有一些小撇步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政府 然后在很积极的做各样的防疫 然后也有大家看了许多这些实际防疫的宣导 其实已经很多 那我觉得提一点点就是实际上在 大家在做的时候 没有做那么到位会小NG的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一定就要戴口罩 可是其实我常常看到小朋友 其实大人有时候也会 就是会有一些NG的戴法 然后那其实大家最常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大家有戴 然后呢大家也知道要戴起来 然后大家也知道鼻梁要压 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个鼻子要进去 可是常常就是戴太平面了 我们常常就是 这一个口罩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要把它拉开来 所以通常如果这一种它是折叠式的有折痕的口罩 你如果看到它折痕还是像刚才那样子叠在一起的话 其实它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这个折痕不能瘦在一起 所以它一定是要拉开来 几乎是这边是平的 那这才是一个不NG的戴法 所以要戴到几乎到下巴这个位置 对就是你要把它拉到最大 这边要固定好 所以其实蛮常看到大家就是戴平面的 所以它只是一片贴在脸上 这是一个 然后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其实大家也知道说我们要一直洗手 所以其实也有不少人喷酒精洗手 弄到都富贵手了 没错我现在就是这样 对啊 那其实大家常常忽略掉 有一件在这个我们说内外夹工大力丸 然后还跳舞这些 做完了以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需要拿擦手指 或者是毛巾手帕 干净的 干净的干净的 洗干净的以后不能湿答答的 一定要把它擦干 要擦干 那让它干燥 因为其实当你是湿湿的时候 其实你桌子脏 你会拿干的纸去擦 还是会拿湿的抹布来去擦 一般都是先拿湿的 湿的嘛 因为湿的比较容易把脏的东西擦下来 所以你如果手没有擦干的时候 你东摸西摸手湿湿的 也容易把桌面物件上面的脏东西 就伸到你的手上了 所以擦干其实会让你的洗手 不会破功 所以应该要再加一个叫做 内外夹工大力碗干 对不对 可以可以 我们要重新发明一下口诀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大家常常在做的动作 需要加一点点这一个才不会NG掉 那我觉得最后一个的话 那从家长来去看孩子的话 可能大家需要加一个小小的概念 就是要留意你的孩子 当然也包括大人 爸爸妈妈自己一样的照顾好就是 有没有什么一些反常的状况 其实最近天候变化很大 是 这个中午非常热 这个早晚温差很大的时候 对 很多的人都有一个问题 常常就是过敏 一直打喷嚏 打喷嚏啦 流鼻水啦 然后鼻塞啦 甚至鼻水倒流 所以他有一些咳嗽 他可能觉得这可能跟平常过敏是一样 可是其实所谓的反常就是 他单纯的过敏可能是在早晚温差大的时候 那这个是常态 可是你如果发现 像今天中午太阳这么大 然后呢 结果还一直在过敏 就是他发作的时段跟平常不一样 对 反常了 你可能就要有一个警觉说 这个可能不是过敏 可能不是平常你的一个小毛病啊 这些状况 所以要蛮细心的 对 所以你可能要留意 突然的改变 是的 那就要注意 这个身体可能是有一些状况 对啊 所以才会就是在之前有一个国外 然后回来的一个案例 那他一直跟这个疾管署这边回报说 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因为他觉得那个他有的流鼻水 鼻塞 就是他平常的样子 就是过敏 跟平常一模一样 是 是不是因为他有一些特殊的病史的这种旅游史 这些暴露的风险的时候 哎 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成为早期诊断发现的一个蛛丝马迹 可是他就觉得因为应该跟平常一样 所以他就自己把这个症状给忽略掉 所以也是不能够打印哦 是的 对我想就是身为爸爸妈妈现在比较担忧的就是说 孩子每一天在学校跟同学们这么频繁的互动 是 然后如果要他们保持所谓的这个社交距离 我觉得小孩叫做不太可能吧 像我们俩现在就蛮没有社交距离 可是小朋友通常就是玩在一起 在操场打球啦玩 那家长就会很担心说 小孩子在学校是不是会有危险 那要特别叮嚀孩子什么吗 还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担忧 又是过了 所以就是身为医生 你有没有一些建议让家长可以帮助小朋友 通常其实目前照台湾的疫情 的确是不需要说停课 然后或者太忧虑 所以就干脆都请假在家 不要去上学这样子 因为毕竟台湾真正有新冠病毒的状况 目前还很少 那其实从防疫的政策 然后教育的单位他们所做的 也都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啦 那大家现在几乎上学都必须要戴口罩了 其实戴口罩最主要的倒不是保护孩子不生病 它其实是当你戴起来的时候减少你讲话 咳嗽飞沫出去 因为新冠病毒其实它有三分之一的感染人 其实是没有症状的 然后呢三分之二其实是没有发烧的 那可能就是一些感冒过敏 类似的一些不太特殊性的症状 所以以至于万一真的在不知道从哪里感染到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发现 所以其实大家戴口罩是减少你潜在在不知情有感染 然后又把病毒传播出去 所以口罩我觉得真的就是尽量戴 因为也有很多人戴到小朋友两边的脸 就皮肤过敏了 那个长湿疹啊这些的问题 然后那的确也有洗手洗到 小朋友也有富贵手这些 所以有碰到这样的例子吗 是啊是啊 那喷酒精然后常常这样使用 也会造成皮肤过敏干裂这些 那当然这些事情还是需要做的 那另外可能一个就是在小孩子 他们在需要可能需要进食的 就是不要带点心零食去那边 大家分享 然后共食 你一口我一口千万不可以 然后那有一些在幼儿园或小学 那其实大家会一起在学校吃午餐 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聊天 否则口水飞沫就会噴出来 时不语 回到这个古人的教导 是啊 吃饭的时候不要一直聊天 对啊 那像这个的话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要建立起来的习惯 那需要花时间 那其实那这个就是慢慢慢慢帮助孩子去建立 然后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要教我们的孩子 如果真的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 要能够向老师表达 甚至小学生他们自己就去健康中心找校护 然后呢寻求一些帮助 我觉得等于透过这个机会让孩子学会健康自主 身体是他自己的 他要能够来去感受 他要能够来去负责任来做一些事情 或者负责任不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 那在这当中他们建立好习惯 其实不是指预防这个新冠病毒 事实上你会发现 诶 怎么在肠病毒流行季 所以也是讲说 其实都是类似的 一样的防护 防护 防护 对 流感 然后腺病毒 然后许多的疾病 在流行的时候 诶 都是请大家戴口罩减少传播 是 然后呢洗手 然后呢减少就是 我们可以吃到 会吃到病毒的细菌的这些机会 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 会这个三不五十摇摇手指头啦 哇这个都要改掉 或者是有的人很喜欢没事舔一下手指啊 这些 那这些小小的习惯 是一起把它改掉的话 其实它可能因为这一次疫情 它养成了好的健康好习惯 以后就减少生病了 对啊对啊 就是从现在开始建立好的习惯 其实都是好事 不是只有针对这个病毒 对没错的 那因为你是医生嘛 那你有没有这个回到家 特别做一些处置 然后让自己回家有一套那个防疫措施 嗯 其实 呃你说真的很特别 没有到非常特别 那就是尽量 呃我们到了工作的诊所这边 然后才换上全套工作的衣服 然后下班的时候我直接在诊所 就把它换下来 嗯 然后穿另外一套衣服回家 是 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 把工作职场沾染到的病菌 带回来 就要做区隔 对把它做区隔 然后那当然回来的时候 事实上你在这个 呃往返的路上 嗯 还是有可能摸接触到一些东西 是 那其实真的是进来以后 必须要赶快 我一般的话 至少一定是会洗手 嗯 把外面的这个 外面的衣服换下来 还有的话 就是会洗一下脸 洗脸 对 那有一些 我知道有些家长 他们做得非常非常的 很彻底 很彻底的 就是回来了以后 就立刻去洗澡洗头发 通通洗干净 目玉更衣 全部做到 这个能够做到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是 尽早把外面带进来 非常非常的彻底 是的 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 因为就是担心这个疫情 就不太敢带小孩子去 诊所 比如说做一些应当做的 这个疫苗的施打 或者是小孩生病 就不敢带他去看医生 那当然这样听起来还蛮危险的 那身为医生 有没有一些可以 就是帮助家长 一定要破除这些迷思 嗯 我想分几个部分啦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在目前的疫情 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威胁 状况下 反而其他的一些疾病 带来的威胁 是仍然存在 是 所以你小孩子 常规的预防针 一定要照原来的时间 来去 按时施打 是的 那其实在医院 会有做一些适当的分流 那在基层诊所 我们也会做一些 像我们诊所 就特别有健儿门诊的时段 那这个时段 那我们在这个健儿门诊的 这个独立的诊间 它就是只看健康的小孩子 来打预防针 所以时间上已经特别隔开来 空间也是隔开来 然后呢 那个医生在那个诊次 他也只看这些没有生病的小孩 是是 不会说 上个病人如果真的是流感重感冒 然后呢 那会不会 医生成为一个中介传染的媒介 我们尽量都来去做避免 所以让孩子 他能够健康的来打预防针 来预防未来的疾病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 其实让人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 有的时候本来 它是轻微的一个 所谓的感冒 上呼吸道 轻微病毒的感染 那可是因为家长就是 不想带他去 担心 来到医疗诊所 然后会接触到更多更脏 更毒的病剧 以至于他就拖了很多天 等到真的 例如说 鼻涕从透明的鼻水 然后鼻塞 然后到黄浓绿的鼻涕 哇 那这个已经很严重的时候 就变得很糟糕 才去看医生 他才来 甚至会把以前的一些备用药 然后呢 或者之前吃剩下来 没有丢下来的药 先吃 然后自己先当医生 治治看 治了失败 这样蛮危险的对不对 治了失败没效了 才来找专业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的风险 甚至也会碰到就是 他的咳嗽可能 事实上 他并不是家长所想的感冒 他的咳嗽有可能 事实上是气喘 会变天而发作 那他拖延了以后 那事实上 就会造成一个 更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还是要相信医生的汗 是的 对 那我想最后就是 因为在这个 人心惶惶的时候 身为医生 有没有一些 就是鼓励的话 可以给所有的 这个我们现在在 线上的朋友们 好 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 到底这个 新冠病毒 对全世界 是造成很多的伤害 不管是疾病的感染的人数很多 甚至有许多国家死亡的人数很多 可是其实如果就我们医学上现在 对他越来越多的认识 有许多自身的感染科医师 根据许多的研究 其实有慢慢的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 比较健康来看他的看法 那包括就是 大家有觉得 其实他就是一种 全世界目前 大部分人都没有抵抗力的一种 新型的一个普通的感冒病毒 那只是在一些抵抗力 免疫力不是很好的老人家 然后呢 特别会造成他们 像 比较严重 也是会病发肺炎 然后有一些重症的状况 所以 其实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可以减少大家的恐慌 那其实大家也积极的在做各样的预防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都还是会出于惧怕 怕被感染而做这些 所以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的圣经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做很多的事情 征服 然后我们个人家长 那这是在圣经里面 主耶稣他有对这个世界 他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一些痛苦 好患难这些 他说的这句话 也是带给我自己许多的安慰 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 尽量来去做我们 该要做的当尽的本分 是 但是你心中的忧虑 其实 真的有耶稣他能够 来去担当 然后他把那一份 上帝的平安带进来 让你不用担忧惧怕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恩典 想要跟大家就分享这个 上帝而来的平安跟祝福 这是微信医生给大家最好的处方 是没错 那今天很开心 就是克老斯咖啡 他们推出了一些很棒的咖啡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的 是 我知道微信医师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介绍两种咖啡 是 我这一个是信心 信心的咖啡口味 所以 当你需要信心的时候 请你要喝一杯信心咖啡 喝一杯信心咖啡 你介绍一下你那一杯吧 我的呢 是盼望 有盼望 其实你会做这些事情 你会戴口罩 因为你盼望你不会被感染 你要洗手 是因为你盼望说 你不会被感染到 所以你带着盼望去做许多的事情 其实它就会带给你很大的平安 在你的心灵里面 所以这杯是盼望咖啡 跟大家一起分享 太棒了 那我们下一次也一样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一起继续的有信心跟盼望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